授贤仪式上,毛主席提贤的两位开国元勋,分别用六个字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在55年举行了建国第一次授贤备受关注。 刚刚预选授贤名单的时候,因为受苏联的影响毛主席被选为俄大元帅不过,他觉得不应该完全效仿苏联就拒绝了。 还有将领觉得军衔高了主动让钱但是有两位将领却非常特殊,因为毛主席写的六个字,让他们的军衔发生了改变其中一位将领是批定军,他一开始的军衔是少将,后来被升位中将另一位将领是韩仙楚,他最初的军衔是中将最后平定的结果。 是上将这两位军衔都升了一级,是因为主席在审核军衔名单时对皮定军批复了六个字评语。 这六个字就是皮有功,少尽忠在震惊中外地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战争的序幕。 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保障主力安全,完成任务后第一旅自行选择突围方向,皮定军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向王树声发出坑枪誓言,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关键时刻皮定军将军出马解决困局粉碎国民党围剿的阴谋阴战功卓著而升职,后来蒋介石又发动新一轮的围剿皮履,在他的指挥,下在诸多战役中顽强抵抗,奋勇杀敌战功,雷雷就这样皮定军,被授予中将军衔。 而另一位被毛主席亲自批赴韩友宫中进上的正式开国上将韩先楚将军徐室友,在军中打仗也非常厉害,大家都知道,但是就连他也曾亲口说,韩先楚是他最欺佩的人韩先楚,是驰骋于东北战场的雄鹰,快速有力的行动力,被冠以旋风队长的称号因为他有勇有谋,身受国军众多名将的钦佩, 在某一次战役中敌人兵团司令官,成为韩先楚的俘虏,但他却表示甘拜夏丰,佩服这支强大迅猛的队伍,就连蒋介石都也曾说过旋风部队是最难对付的陈诚,魏力皇也对韩先楚指挥的部队的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很敬畏了。 韩先楚后来还率部参加了朝鲜战争,因为打了好几场漂亮的战役,还受到了彭老总的表扬毛主席也专门来电,致以祝贺两位将军战功累累,足以魄力得到与之功勋相对应的军衔,于是毛主席特地批复,让两位将军的军衔在上一级这一决策是对他们最好的嘉奖。 感谢观看